健保局昨天公布了最新统计 去年全国就医次数最多的看病王 是一位40岁的女性 她呢因为腰部椎签盘突出 不时的疼痛 一年之内到门诊报到了549次 平均是没两天就到1月3次 健保局已经把它列为辅导对象了 健保局说前年的看病王呢 因为关节痛一年看了1078次 辅导之后去年已经降为了237次 去年的看病王也将给予辅导 如果说看病的次数一年之内 没有下降一成的话呢 那不排除限制她就医的院所 最多世家 另外去年的领药王一共领取了 吓死人了 175天份的药物 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子是很多的哦 告诉你们前年是领了354天的 健保局说呢 每一年会辅导前一年门诊就医超过100 每次的人 方式呢包括关怀电话 到户访问等等 如果发现是习惯性逛医院看病 将限制患者就医了 那么明天监督健保联盟也批评了 其实呢根本不是民众非常的喜欢看病 而是医师啊根本没有设法逼患者减少就医的次数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此外你倒是发现 咱们台湾人呢 还真的是很喜欢没病就吃点药 吃了药呢就觉得心里上面比较平衡 这是不对的啊 要不能随便乱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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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